四月之声 2022年4月22日 微信公众号永远的草莓园发布视频 四月之声 该视频记录了2022年4月上旬 上海封城期间的20多个事件的不分音频 并以无人机拍摄的上海当下俯瞰场景为背景 创作者称 四月之声是一种 尽量客观真实的记录 来记住四月的这些声音 希望所有人都能停过去 四月之声 反映了上海封城期间的种种乱象和人道主义次生灾难 这一视频迅速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共情 当晚 四月之声被上海网民广泛转发 但很快就遭到了严厉审查 有多个来自网信班的审查指令被泄露 面对当局的严厉审查 网民持续转发直至4月23日上午 还有一些网民为了绕开审查 对四月之声原视频进行各种改编 微信公众号 千千现在发言 在文章中形容当晚网民坚力转发的盛况 作者写道 原作者的视频被删以后 各路视频号轮番坚力上至转发 发了删 删了发 虽然发出去不久就无一例外的被404炸死 可是大家还是执着的转发 因为视频出来一个灭一个 所以把大家的斗志激发起来了 你越疯我就越要放 这一场对抗审查的接力行动 使四月之声视频最初难以被彻底清除 然而最终原版本的视频仍遭全网删除 与此同时 在中国多个社交平台上 审查部门还围绕四月之声设置了净搜词汇 例如四月 四月之声 四月之声视频本身 以及网民们后续的接力和改编 构同构成了 新冠疫情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对抗审查的集体行动 为致敬这一部匿名短片 自2022年5月起 中国数字时代逐月搜集整理中国热点事件相关视频 模仿四月之声的形式 以时间为需制作了美月之声系列视频 中国数字时代将持续更新美月之声系列 直至四月之声 及同类影片 在中国解禁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nny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E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